为了打鬼子 一个女人都能舍得自己的命 柳如酒 你给人家提弦你都不配 铁莲花 从小到大 我把你当块心头肉一样 你说什么我应什么 你要什么我该什么 结果 我在你心里 连个屁都不是 也罢 既然死活得不到你的信 老子今天就万了你的人 柳如酒 柳如酒 你说话算不算数 你是不是这个爷们 不算数 那我怎么饶 你真以为我打不过你了 从小到大我都让着你 你让你知道我的真的本事 你本来就是我的人 那我要叫你混蛋 这 撞到我了 真是个下三辣 吴大哥 你要真心对莲花好 就跟拿出男一样来 不是这样卑鄙龙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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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 我从小和你一起长大 我把你当我哥哥 我信任你 我关心你 我把你当我自己家人 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你太让我失望了 是我铁莲花看错了 是我爹叹错了人 铁莲花 我不是真想伤害你 我 吴忠义 只要你把莲花给我留下 我就帮你完成任务 否则 你现在就杀了我 刘如九我不会杀你 吴大哥 你要把我留下 刘如九 你不帮我们杀鬼子可以 但是你记住了 莲花她不是筹码 八路军宁愿流血牺牲 也不会牵连无辜 不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呢 这是 我不杀了你 因为你也是中国人 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国难当头了 还要自相残杀呢 我们是同胞 都是被鬼子侵略残害的兄弟姐妹 刘如九 你要是就愿意在鬼子铁蹄下 贪财作废苟且偷生 可以 但是你问问自己的良心 人终有一死 你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祖辈 有什么脸面去面对子子孙孙 鬼子清我山河杀我同胞 你一流入就堂堂七尺男儿 身手不凡 但是像个乌龟一样 躲在这儿做懦夫 这是你的选择吗 胡大哥 别跟这种人废话 咱们走 莲花 柳如九 手脚长在你身上 这颗心在你胸口的 我相信很多道理不说 你也能明白 你自己好好点量点量 胡看桥 不是你不想炸 我就不炸了 我告诉你 没人能够挡住我们战斗的脚步 莲花 走 我不是懦夫 不是懦夫 吴大哥 吴大哥 莲花 你记着我刚才说的话 我们八路军情愿自己流血 也不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牺牲无辜 我不希望刚才那样的事情以后再发生 莲花 你还年轻 你得好好活着 你要替你姐姐好好地活 可要是我们炸不了桥的话 炸不了桥就在桥上打 让这虎干桥成为鬼子的坟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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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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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你怎么样 不行 怎么柳如酒这个王八蛋啊 我灭了他 替他当家的 冷静 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 柳如酒虽然现在还没和我们发生冲突 但是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只要我们下桥点燃炸药 他就会冲我们开枪 那怎么办 桥炸不炸了 桥必须得炸 什么时候炸 快 给队长发信号 做好战斗准备 鬼子来了 加油 准备战斗 你在这守着 我去找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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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他的个人 来 给我 看来 拔鹿军已经有防备了 阁下 对面的敌军很有可能是拔鹿的无忠义 属下请求指挥这场战斗 你细刷从前的赤辱 前的军 无论是死是活 这次一定要将那个武队长拿下 第一小队 第二小队听我的命令 第一时间攻占对方阵地 狗狗狗狗狗狗 别着急 等鬼子靠近了再打 爬 爬 大唐阳 这八路跟鬼都干起来了 咱 咱咋办 看看再说 前提军 是 这样直接攻击对我们的伤亡太大了 应当让士兵迅速建立起检疫阵地来 才能减少我军的伤亡 等一下 这一仗要打出我们皇军的斗志来 大路不是宣扬他们不怕死吗 我要让他们看看 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同样也是不怕死的 这一仗是你死我活的决斗 牺牲之必要的 让帝国的将士们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来赢取这场胜利吧 听我的命令 用尸体做掩护 注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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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 腦子今天就受了这些狗运 好 防留 起我 ểu 等等 别 掌 et 好吧 mart 前帝君 是 这样对待皇军的士兵 未免有些不尊 皇军的士兵也好 马路的士兵也好 不要将他们 不 不要将任何人 看成是有生命的 只是要看成是棋子一样 就算是我也是一样的 下棋的时候 我只在乎输赢 牺牲多少棋子 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只需要胜利 封住 封住 重队队 跟我上 队下 您是万斤之躯 您怎么能亲自上战场呢 让我来 不用 或许是在战场上 才是我最好的选择 否则我的余生 都不过是一个 受人嘲笑的愚蠢指挥官 请看军 让我保持最后的荣耀吧 中方队 进攻 中方队 掩护 灯火兵进攻 罚爆他们身上陪着的幽关 弟兄们 该我们往上上了 大殿下 咱们绷谁呀 废话 中国人当然得帮助中国人 你看鬼层的阵势 咱们这些人都上去 那 废什么话 还想让人在背后骂老子 是罕奸吗 是爷们儿的 都跟我冲 兄弟 上 顺老 回来 顺老 走 吴兄弟 掩护吴忠义 打 大方江的 你先上车 我掩护你 去 打 他 打 打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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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散伙 大部队已经开始冲锋了 切断鬼子的退路 不得了他们过桥 把桥给我扎了 是 副队长 过去帮助散伙 你带给我回去 小心点 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们 现在该为天皇献身了 不要怕牺牲 为了天皇陛下进攻 小小那个狼鬼子 被队长打死了 小心 兔崽子 你不要命了 齐心连伞 继续打 慢点 老爸 走 你跟他前面盯着 好 走 快点 行 小心 慢点 慢 慢 慢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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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路金要炸鞘 快 阻止咱们 快 让人停下 打停下 快 快点 马上这儿干活 快把你夹刀 对他 快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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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瞧 那我们就两面夹击 吴忠义 要跟你决一丝战 老巫 老巫 站住 站住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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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抓紧手 千万不要受伤 爹 爹 爹 大当家 大当家 爹 年轻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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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华 爹的丑我雷鲍 你赶紧走 我不走 彪主张 你要害白老师 你没门 你把我把这枪炸了好不好 我们的人还在下面安置 要我要掩护的 下面的兄弟 炸药装好了吗 是 装好了赶紧点火上来 再玩 咱谁都跑不了了 你们先走 别跑 你走 二人大狗 把铁华儿带走 我不要走啊 我不要走 铁华 我会掩护你的人把桥炸了 爹 爹 铁华记住 我永远是你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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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队长 下辈子还做兄弟 三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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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 我不是认识 快快 开车 开车 向八路冲过去 快去 快 开车 冲过去 快 快 快 别动 杀 杀 快 快 小心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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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胡亂 胡亂 我愛你 封门 丫头 吴中夷在哪儿 在哪儿 吴 高局长 郁中伟 别动 别动 我告诉这儿 奉歇不姑娘 她就是块 嚼不动 磕不碎的硬骨头 你小子 我早就说过 你没那么容易死 你就是小鬼子的可行 你是好样的 忠爷 安心扬上 我们等着你 早日归队 忠爷 再跟你说个好消息 我们鲁南的这场战役 打得非常漂亮 受到总司令的表扬了 总司令 对 尤其是 你们包图过地区的共同队 立下了赫赫的战功 军局首长 要亲自为你们请过 里长 政委 我没能把兄弟们 带回来 对不起 所有的贡献 都是用鲜血铸造而成 祖国 不会忘记这些勇士 我们的百姓 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英雄 我还会让你 我还会有什么 我还会让你 我还会让你 还是 我还会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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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梁湾 小子转 你们报名怎么不叫上我呀 这可不太够意思啊 这来爪子哦 这参军的事我得来呀 以后老子 不 以后我 也是八路军战士了 非要这一回 我比你嫌啊 在我的心里 我早就把自己当八路军战士了 还在我的心中 我还早就是八路军当的 行 就算你比我早一步 报名还说比他早一步 让一下 让一下 我先报一个 我先报一个 我要报名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你是武功队的战士 大英雄 大是大英雄啊 我们这武功队的 哪才是大英雄呢 二毛 算数 还有李算了 孙力工队的 大英雄 成功队 魏山夫 陆大葵 我们都胜利了 你们咋够牺牲了呢 我要保密 我要参加八路军 我叫乌萨童 乌萨童 我叫乌萨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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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祖少 我来看你了 你看 你和这么多大英雄在一块呢 你不记吗 你这辈子 值了 爹 您操劳一辈子了 现在可以好好休息啊 你不是一直想我姐吗 现在你们爷俩在一块呢 姐 我把爹就交给你了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我参加八路军了 你们放心 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仇 我们一定会把小鬼子 赶出中国 天虎 天虎 大魁 你们又在一起了 你们没杀完的鬼子 哥 哥替你们杀 好 好 connectivity 我给你们收钱 兄弟们 我们来给你们送信了 你们听还得有枪子 等我们把鬼子都盖出去了 我们就来给你们放别 给你们桥子 你们也晓得 我们终归胜利了 敬礼 敬礼 所有的功勋都是用鲜血铸操而成 祖国不会忘记这些勇士 我们的百姓 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英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是战争 战争就是不能自由地看西夏馆子 战争就是不能自由地读书做工 战争就是不能自由地爱 战争就是不能自由地生活 什么是战争 战争就是你只能选择怎么死 是被人欺负死还是为了尊严战争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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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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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